那么首先先跟大家来确认一下 就是你的R16今天可以顺利的运作 这里我有准你们可以看到 在我给各位的教材里面有四个档案 它都是叫做.rmd 这叫做RMarkdown 那么它的一些进阶 它的一些运作方式 我今天不会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主要是要借由RMarkdown里面 它比较特别 它是可以把程式码跟文字 就是一般我们写在那个word 或任何文字编辑系上的文字做整合 那我主要是要借由RMarkdown的 它的这个特点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做那个试前考验例 而且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独立组样本跟相依 或者是重复量数实验的事前考验例 估计的模拟 那么大家首先先由这个0 default 这个档案这个先打开来 那个我们要确认一下 大家你可不可以在你自己的 那个RMarkdown里面 用把这个档案渲染成网页 这个动作就像我现在要示范的一样 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确定你要把这个RMarkdown输出成 那个一个网页档案的时候 就确定好 基本上你要确认一下网页 就是只要在这里 就要确定它是要HTML 然后按一下NIT 这个会看 那执行速度会看那个 看你的那个电脑的状况 等一下他正在跑 没关系 那个RMarkdown我今天我是会 又是说用沉浸式的方式 带大家认识 好那现在先确定 你的这个0 default 这个你按的这个NIT K-N-I-T 是可以变 是可以产生像我这样的档案 我这边还有有我教的学生 他们应该比各位老师更清楚 OK大家可不可以先确认一下 大家可不可以都做都做到 现在我在画面上展示 呃示范的这个样子 我要在哪里回可以吗 呃你如果说是技术问题 都同样都是回在那个 我我我我因为现在有开三个荧幕 你就直接回在 研究有问题就回在疑难杂症区 就学习疑难杂症讨论 好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 大家的状况 OK好大家都没有问题吗 那个请在我下载的地方 那个有同学因为比较晚进来 请看一下这个画面 那个今天我们的互动在 请在你下载这里的 你下载教材的这个GitHub这边 从这个从这里点讨论区进去 好那里那里那里面有一个就是 学习疑难杂症讨论的帖子 你可以操作这个这个的 新的那个标语的第二个一件 我们找到在标识之后还没有 下载 还是研究一下 好 好研究怎么下载吗 等一下那我们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就看一下这个画面 请看一下这个画面 你知道这样子 这样子你可以知道要怎么做下载 好 不然你可以再去问一下 你们那边的同学 现在照片老师的这个连结我冒在 对 我这个 我 其实还好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教材的连结啦 真的就是老师太忙了 那个 就连那个可能连安装的时间都没有 好 那我确定其他 除了军 那军医老师你就慢慢来 那其他老师同学都可以 好今天我们要就是手把手的这样子来去带大家做讨论 怎么样 就是俊佳老师有问题吗 哎 那我只是确认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OK 然后上次 就是我像我现在画面的这个样子 对 我怎么看 好 等一下 玉 黄玉莲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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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你说没办法看到像像我这样子的 我所谓的网页 所谓的网页是说向右边 但是我的Viewer没有 K-N-I-T没有反 你是不是把它 那个视窗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就像现在 萤幕上显示的这样子 是这样子是不是 那我知道 因为你的RStudio的设定理论 你应该是更动到说 NIT后的结果 一律就是用分割视窗显示 我是为了 有的时候不是在这个 R里面的话 而是他跳过 另外的话 我看一下 我再继续看 OK 来我们来试 OK 这个大家都 这个 那玉莲老师OK吗 你是说还没办法看到网页 你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这个R Mark Down 就是左下角 R Mark Down的左视窗 OK 好 有那个学生在里面 有一个提醒 那个你 大家看一下我的 现在这个分享画面里面 我这边按一个这个齿 齿轮 这边下面 那个看 那个请 请确认一下 你们的设定 跟我一样 哦 对对对 黄鸟老师 是不是你没有把 那个整个解安 解压缩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这就是整个 这个东西是整个 资料夹 这个用下载解压缩 是一个 比较 我是建议 比较熟 比较熟悉之后 是直接用这个 用阿斯丽利尔去 可弄下来 哦 那个 魏伦老师之前有帮我 有帮我分享 另外一个影片 有示范 比较好的话是那样 好 好 来 慢慢来 哦 那个你已经解压 解压 解压缩了 是不是 对 里面有没有一个 叫做Rstudio的一个 project的一个档案 有没有看到 对那直接点开 因为你有装Rstudio的话 你你用点 你点开它 它就 你的Rstudio就会开启 并且就会锁在这个资料夹 好 应该 OK OK 好 我的学生有在建议 那个要先装Git会更好 OK 好 好 不过那个是小事 好 好 但我们现在可以进来到那个今天 今天我主要会有三份实际的演练版案 刚刚的0 default是做一个暖身测试用 因为因为那个今天我们我们会有会经常要按这个NIT键要按很多次 就是来看看我们自己做这个资料的分析跟模拟的结果 好 好 那现在大家请打开这个我们先看第一份这个E-man的这份R-marked-down的档案 OK 好 不过那个君老师你的问题我们下我们休息我们可以休息或下课后再来再来说 好 好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份 这个是一个独立组的那个考验力分析 好 那这里我有留一个在第三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这个这个是让大家你自己去改成你自己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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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然后来试试看 好像我就先改成我自己的名字 那因为我自己学R-marked-down一开始是从英文字要学的 所以现在我都习惯 比较习惯是写英文 不过大家还是你自己可以按照你的习惯为习惯就好 那那个你自己的名字改好之后 那就按一下这个NIT 好 君老师是打不开是不是 你的你要先确定你的R-studio你又没有安装好哦 好 我们先先那个先就是改好改成把把author改成自己的名字 那大家就先按一下NIT试试看 可能是君老师你的那个电脑如果装太多东西 有可能记忆体会吃不消 因为这个R-studio他也是有点吃记忆体 特别是你们这边你们这个做那种方式NRI的经常要跑一大堆东西 那个你要打开档案才可以 OK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份 那个除了测试之外我们现在正式 做了那个POWER ANALYSIS的试图那个你看一下你的R-studio你们 你看一下你打开后你你你你先你先看你看这个Files的这个指示 这个就像档案总管一样好然后你你要开哪个档 一面这个档案 谢谢我就到这里了但是我其他都一样 但是我一直坐下 有HONSO Terminal但是没有R-studio 那就是在你要先从Files这边去去找R-studio打开 所以我就是有开启这个 有没有那有没有开启像我现在左上左上角这样子 有但是左下角的这个不是那 然后然后然后你要按NIT他才会出来 对要按NIT 你可以先确认从0Default这个开始 OK好大家先确认一下现在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一份 Independent的Samples的这个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成功的就是只是 除了说这里是你的名字这样子 大家都OK吗 OK但是他有时候慢到我都觉得我乖 哎呦哎呦那等于那之后 那等于那有一点我有一点担心后面的第三份 OK好 好很好还看起来很顺利 好那么我们就先从 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基础统 进入基础统 进入基础统 要开始进入基础统计课 进入基础统计课 好那这个我 但今天我会用 你们可以看到R-studio 有一个特色 它 会有很 一个档案 它会有很多像这样的 程式码的部分 它都会用这个 用这个开头 应该说用这两个符号 例如说你们看第8行 跟第16行 这两个 这两行 这块标签 它很像 你可以把它当成 它很像 你有 你对HTML语法 有认识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 当成像是HTML 那这个就是 告诉那个 在R-markdown里面就是标 就是标记说 在这一块 就是这两个 这两行的符号说 标记起来的这一块 里面 都是R的程式码 那每一个R-markdown 一开始会有一个 就是说 这个是 都会有一个固定 叫做setup 就是设定这一个文件 它基本会应该有的东西 那么 大家先可以 只要知道就好 那主要细部的 我等一下 在做示范的时候 我会一边做介绍 那么 这个是 这个标记 就是说是这个 现在再讲一次 就是说 有你们看到R-markdown里面 就是有 第8行跟第16行 就是像有 有这三个点 然后再有这样的 请看一下 就是你观察一下 我先跟你自己的 这个档案里面 这 这两 这两块 所标记起来的 就是 那个 它里面都就是 一定是放那个R的程式 那这个setup 它现在主要 主要的功能 就是说把 这一个文件里面 要用到的package 套件 给 给 给 就给 给放在里面 那 这里我们会用到 那个一个叫做 Tidyverse 这个套件 那其实 如果大家 都可以跑出 这个网页档的话 就代表说 这个套件 其实已经有 安装在里面了 或者是刚刚 你可能如果你刚刚 跑的比较 比较久 有可能是 你的RStudio 还没有安装 这个套件 因为这个套件 它 它是 它是一个叫做 那个清洁宇宙 大家知道这个verse 这个字根 现在最近很红嘛 都是有什么 什么什么 宇宙的 那它是一个 那个宇宙级的套 宇宙级的套件 所以 它安装跟载入 会花 会花一点时间 那么 再来我们就来看 再来复习一下 T检定 那么可能 如果说有学过R 有 有学过 甚至是在教那个R的 老师应该都知道 这个是那个 R 就是在R里面的T检定的函式 跟它的主要的参数 好 那么 你们可以看 呃 OK 这代表说你的 嗯 嗯 OK 看来起来 那个 郡老师 那个 R Studio 有很多东西需要安 需要安装才会这样子 嗯 好 那这你的问题 我想等我们 讲完这一段休息的时候 再来看看 就是 这里你们看 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T检定的函式 这里面的参数 我先不多做解释 我们直接来看范例 再来 在setup的这个chunk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单一样本T检定 所有我们学统计或教统计 教到推论统计的时候 第一个会讲的范例 就是用单一T检定 这个我们就简化一下 我们在这里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这里是示范的 是用我随机产生100个乱数 先用100个乱数 对 君与老师建议你把你的问题 放在我们Github的讨论区 OK 这样子比较不会答 这样子放在讨论区 我才比较不会被打扰 那么在这边 T检定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的程式码 所输出出来的 它是有包括这个程式码 跟它的测试的结果 然后我相信 每个人应该是T检定的结果 多多少少都有些不一样 因为这是乱数的 OK 好 这个 不过大家可以知道这里T检定 它就是 它的这个 它就是 它的韩式的设定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要有资 只要在韩式里面放一个资料 然后再设定说 虚无假设的平均值是什么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T检定了 OK 这应该很简单 大家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 这天天的主角 独立样本T检定 那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建议就是大家的荧幕 可以把你的视窗 调整成跟我这样子 就可以做一个左右的对照 那么在这边 我们就看这个独立T检 它就是要比较出两组 好 那在这里的这个乱数里面 因为为了要让特意 让那个两组之间有一些差异 所以在这里的这个 这个Rn 这个它产生乱数的韩式 其实很简单 它的 它就是告诉 我就告诉 这个参数是告诉 要产生多少笔乱数 然后 这是乱数的那个 预设的平均值 跟那个标准差 好 大家可以看 那么同样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那这个 那在这里的T检定 就是变成了 你能看到三个参数 它就是一个 首先就是放这两个 我们要比较的这个资料的值 然后这边有一个参数 它在现在的这个比较新 比较最近的这个T检定的版本 它这个参数里面有一个叫做Paird 就是告诉这个T检定呢 我们是要做独立样本T 如果Paird是False的话 就代表说是独立样本T检定 那如果是True 就是逻辑的那个True or False 那如果是True的话 就是告诉T检定韩式 我要我们 我们是想要做这两组 是当成是相依样本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简单的结果 就是这样 那你们这里 我相信如果是 好统计经验很丰富的老师同学 应该会注意到一件事 怎么这里是那个 是那个 Witches T检定 好像不是那个 我们在统计课上面 经常拿来做翻译 都是预设说 两组的变异数是相等的状况 好 那所以说 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个 如果说我现在想要去 去求的是 那个两组变异数相等的T检定 那我就在这边再加一个参数 好 那大家就很简单 这个就只要打个字 就加个参数 那个在R里面的所有的参数 韩式的参数 都是要用逗号分隔 那其实几乎是任何的程式语言 都是这样子 就是程式语言要设定韩式的话 都是这样 好 那就var.equal等于 好 true 好 那么大家可以再加一个这个参数 然后这次呢 你们不用knit 先不要knit 就是先按一下 好 这边你们看到这个每个chunk 它的右上角 有一些什么齿轮这个的 那你们先 只要设施 你只要做好任何的改动 然后你想看看你改动的结果是怎么样 你就只要单独的去执行这个chunk 看看 好这个也是一样要稍微看一下它的实质 看看 嗯 因为它要loading 因为它要从从前面load 前面loading ok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 哎 怎么样 嗯 嗯 不是 你就看一下 你就这边它会直接 你直接执行的话 就直接执行在上面 那如果要输出成那个网页的话 都是要按knit knit 所以这里这里就可以给给告 这可以顺便说说明一下 knit是指的是执行整个文件里面的所有城市 的城市码区块 那我如果我要单独的去测试或者是是看看这个 某一块城市码 我就只要单独的去执行就好 好 你就只要按一下 那这里你们可以多按几次 会发现每一次都不一样 因为它都是乱数决定的 因为这个是A跟B都是乱数决定的 那其实有有一个方法可以固定 不过因为那个时间关 时间关 时间关系我今天先不做示范 因为我们我我因为有一个 因为接 因为接下来就是t 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列印出来的t减定的结 t减定的结果对不对 好那么 我想 那个 这边的老师同学 对我自己直接教的同学就 就不用 就不用 就不用说 那个其他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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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同学是不是 你们自你们是不是都有一个 都会先到现在 在现在当你自己想要把这个统计的结果 写到报告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用那个copy and paste 就是复制跟贴上对不对 那其实如果透过你会用这个 会使用这个R跟R markdown的 这种一些功能的话你可以不用这样做 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要去谈的 因为在这个tind就是这个输出的结果呢 好的对对这边有人看到他这边 因为加了那个var.equal 他这边也变成了独立的就是 两个变异数相 两组变异数相等的t减定 那这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t减定 我就要看一下这个t就是刚刚我们输出的这个t减定的函式 它里面它其实是有好几项的资讯 那么我在这边这一块是展示 在这个t减定里面 它其实包含它所输出的结果里面 其实有这十个项目 好那其中叫做parameter的这一项就是这个自由度 不过这个是刚刚在knit的时候 我是还没有就是改成 就是两组的变异数是相等的 所以它现在这个自由度 就是是更改前的 那我们这边因为已经在这个chunk里面有做了 重新修改并执行了 那我这边在这边单独在执行 它会输出的就是那个更改后的这个198 就是两组独立样本的t减定 那这个是任何统计书的公式都这样子 好那当然这里我也是要给各位看 你自己现在可以看看 你自己修改看看 把它变成像这个是自由度 我把它变成statistic 就是变成刚刚所输出的t分数 好然后那个然后这里你再对照一下名字就可以知道 如果说我要我要看那个pValue 就是把它这样把它这样子做输出 好然后那个各位各位先先这样子试试看 好那再来你如果试了之后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你再重新net一次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边net之后的结果 它是直接就输出在上面 就输出在网页上面 好那所以说这个是就是 就是是现在现在我 我自己在写这个统计报告的时候 我自己主要用的方 用的写这种统计数据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如果这个改好后 你可以再重新net一次 嗯? 不是论的 OK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变成的是 刚刚报告的结果 就上面现在所印出来的是报告的结果 不过大家会是想 那个其实是不是在报告中 其实都是只有报告到小数点 那个后几位 然后P值就是通常还有就是报告说 只有报告中什么P小于点零五点零一等一等等 那这个其实都是可以 就是说在这个叫做引来扣 就是现在我在示我的示范中 我这边加我这边就是在这个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在前面这里所展示的 就是单独的列印出原来报表中的某一个 某一个地方的数值 我再给他加一个 这个是要是那个R里面就是说 是四舍五路的函式 他预设是会四舍五路到点到第三位还是第几位 好不过你要小心一点的话 你可以就是指定他要四舍五路到第几位 好那引来扣的话就需要说你要尼特之后才能够看到他的样子 好所以我可以在尼特一次看看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好 然后这个因为尼特是整份的chunk 整份的文件里面的程式码都会重新执行 所以每次逆的出来的结果他都会在整个做改变 OK 好那有看到这个就比较像那个 一般的报告APA的格式 对不对 好那 其实这个还没有很完美 不过 现在你们都知道既然有这些功能的话 那其实已经有人开发出这种 可以让你报告出符合学术格式的这种统计数据的套件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找来去用用看这些套件 OK 好这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跟不上的地方 好再来我们要稳 诶怎么样 你可能是少了什么括号的地方 你少了什么括号的地方 格式就是一定要 就是要 他是一定要照着这样子做 会有差 你可能有任何 你可能有任何 碰到任何error的资讯 可以把它贴在那个疑南杂政区 好 好再来我们要玩比较大了 就是要开始做模拟的资料 独立T的这个模拟的资料 好 刚刚因为那个T减定的韩式大家都知道 而且你就算之前没有碰过R 也应该认识T减定嘛 那我们现在 然后我们刚刚也知道就是说 做一个模拟 用一笔资料来做模拟 好 好 来这边 再来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如果 那任何的程式语言 那要能够发挥到它的功能的话 就是一定要会 知道说怎么样去写它的韩 写它的韩式 那R也不例外 那这个韩式呢 我是特意把那个T减定写成一个韩式 特别是为了写一个为了做一个独 为了做一个独立T减定 因为在每一 在这里这个韩式它的特色是 我只要输入的是 我要分析的这两笔资料的它的那个样本数啊 然后还有它的两组平均值跟两组的标准差 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 它在这个韩式里面就是指定说用这些参数 去生成两笔独立的资料 然后呢就在这边再直接就是做一个T减定 然后在这里我就是特别要去做一次 就是请它输出一次PValue 好那么在这里就是有 我们就大家就先来看 在测来单独的跑那个chunk 测试一次看看 首先就是这个就输入这个韩式 确定有这个这个有任何的韩式